下面下方的攝影機 好 視線轉向左手邊 左邊 揮手這一台 要拍的美女朋友們揮個手 讓我們視線過去 好嗎 來 中間下方 好 視線統一 看一下 中間 好 轉向右手邊 好 最右邊這邊 揮手這一台 好 然後我們不能免俗 這種心情記者會都要頂個讚 好 謝謝 謝謝 來 一起舉個讚喔 再來一張 好 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宇宙紅零九 新加坡亞洲電視論壇 內容交易市場及新加坡 影會市場站圓滿成功 來 視線統一 看一下右下角 好 還有哪一台 我們最後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好 謝謝 期待台灣優秀的作品 發光發熱 中間再補一張 好 再舉個讚 好 再次謝謝所有的居主團隊 也再次謝謝我們的徐迪軍局長 感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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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可以稍坐休息一下 因為慢慢排喔 可以先坐一下 我看你們這樣很心疼啊 那麼辛苦喔 演員們先稍坐 等我們CUE喔 先拍復活的光子 好 可以嗎 OK 接下來換榮軒 那等一下電子聯網 我們第一組 要走遠 要走遠啦 好 取得令人期待 復活 一部叫演律師的任隆軒 好 可以嗎 右邊來 任隆 視線看右邊 轉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好 轉向左手邊 好 可以嗎 OK 那我們就換這個五月琴 謝謝永軒 請稍坐休息 好 來 徐迪軍看右手邊 右下角 好 王拍編護人請準備 單拍 好 謝謝 復活的徐迪軍 謝謝 好 然後想要先談一下這一次 算是第一次和王子跟座的感覺 跟王子合作我覺得 他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演員 我以前覺得他就是一個藝人 就是一個很有一些自己堅持的 就是可能希望自己完美形象的藝人 但是真的認識之後 我發現他真的是一個很全方位的人 然後在片場的時候 他會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有一場情緒比較重的戲 我可能人就躲在旁邊去培養情緒 然後他就會在我拍完那場戲的時候 遞上一個巧克力 就是讓我的心情可以稍微化解一下 很暖心 謝謝 謝謝 那往嘴巴談一下 對 其實我覺得蠻開心跟融融演戲的 一開始雖然我們不熟 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保護色 但我覺得也剛好適合我們的劇情 從比較冷淡比較陌生慢慢變熟 然後變熟之後發現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善良 非常可愛的美女 對 覺得他也很用心在他的演出 因為其實他演一個律師嘛 他要被太多太多的髮條了 跟月經也是 我覺得他們兩個被台詞的功力真的是 我原本覺得我很厲害 但他們兩個真的是更厲害 他們髮條太長 每一次可能都是四行到五行吧 那他們基本上是不NG的 非常專業的演員 所以能夠跟這麼優秀的演員合作 就是非常開心 那這次這個作品是要帶到新加坡 有沒有希望新加坡的觀眾看到這個作品 能夠從中得到一些什麼 我希望呢 因為我看完整個劇本 基本上最大的扣人心弦是 我覺得可以更珍惜身邊的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在講很多因果的關係 然後身邊的親人不斷的被威脅 或者是失去 所以我覺得看完可能會更讓大家體會到 珍惜身邊陪伴你的人很重要 因為請要不要談一下這部戲 你希望觀眾可以從這部戲當中做一些什麼 我覺得很多人真的選擇都是 你一旦選擇就無法去挽回 那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要重視每一次的選擇 但既然選擇就不要後悔 因為後悔我覺得是人生最可惜的事情 對 我剛剛好像已經說這些王子很滿心嘛 那他是只在拍戲的時候才有 還是在下戲之後就不一樣 他真的是一個很周到的人 不是說只是為了合作而已 所以這一點是真的可以幫他做認真的 遙理如一 拍戲啊裡面有很多就是親密的橋段 是不是兩個人互取NG啊 其實沒有很多親密的橋段 就是有一些正常的一些親密互動啦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能夠做到好 然後就會很努力的很專注的去表演 所以其實不會有太多的NG 通常都是可能他說 導演我們可不可以這個角度再來一個 我覺得剛剛那個可能表現的不是很清楚 會是這種的要求 而不是我們的怎麼樣這樣子 不是我們突然間笑場啦或者是 想要騎很多次 對 沒有沒有沒有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還是非常的專業的 對 那跟就是月琴跟王子 都有很多愛恨情仇 那私底下誰比較接近你的理想師 你就是讓我去跳跳下去 他們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月琴其實我跟他在還沒開拍之前 他就很認真的問我一些戲中的對 我們有一些對話 那時候就覺得他的認真很打動我 就是對於演戲對於拍戲的執著跟認真 是很打動我的 然後王子就不用說了 剛剛到現在一直在講的他很溫暖 就是像哥哥一樣的陪伴在身邊 那種感覺也很溫暖 所以你說真的要選哪個理想型嗎 那還是選韌霸吧 韌霸好 感恩 那王子最近就是跟女友一起合拍廣告 他說心情呢 就很感謝品牌的愛戴啦 然後我們了解了 合作的方式跟內容的文案 都覺得非常的不錯 然後也是一個國際的大品牌 然後就促成了這次的合作 所以很感謝姚圓 那之後會有想說要在戲劇上 我完全不排斥欸 如果有好的劇本 然後適合我們的戲我也不排斥演員嘛 就是要去嘗試各類的挑戰 那現在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就是三位有誰說要怎麼度過這一天 度過喔 不然我們三個我們約劇組一起度過吧 因為前幾天我們有一起幫榮榮慶生 我們玩得滿開心的 然後也讓我重新認識月琴這個人 因為其實他表面上就是很敬業 很穩重很認真 但其實私底下也是蠻好玩的一個人 蠻調皮蠻搞笑的 然後就更多內力在他私底下很可愛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常常出來玩遊戲啊 或者是聚會 其實可以了解更多演員私底下可愛的一面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